天氣在冬天 除了吃這個圓滑爐 還是說吃一個火鍵以外 其實有的人在家裡 有怎麼會用這個電的行路 但是每年這個冬天 有怎麼會聽到有很多這個電行路 發生計畫 所以總共有怎麼大家提醒 要用這個電行路 想不然要離開30公分以上 也不要用其他的家庭 做會用這個插座 我們是在拍攝稍微濕 這是今年三月發生的電燒爐 以外四驚 消費者共調有專教師用水平 保持安裝鼓勵 但是要是會出事 每年冬天都會聽到電燒爐 使用意外 消費者最歡樂的 也是引起的會 但是安裝算比較好 我都選國外品牌 對 覺得國外品牌比較安全吧 我不敢買太便宜的 因為怕我會爆炸或是怎麼了 那太可怕了 目前市民上的電燒爐 按照發電管理 混在洛索中共加熱的電燒方 還會輔助發電管理的輔助 還會對你發熱的效品 介紹對一千塊到一萬塊都有 夾這標示洛索中最寬 不過風險最大 效品型的安裝型最寬 不過價格如何最貴 夜片式它偏向於低耗電量 所以它有恆溫的功效 一般大坪數的消費者 廣羅使用都使用在夜片式 在於乳素型 它有極熱的加熱效果 而且這次的電器最怕水 就讓它引起電燒燒爬電 所以絕對不能放在空間 才比較淡的地方 你因為電燒爐是吃電量很燙 最好心糖跟其他減肥 才會用刺激 使用時你臨體最好要有30公分以上 而且不能用3口掛在上面 講那個習慣就是 一般的房間裡面 一個房間裡面 最好是用一個電暖器 因為電暖器用電池1千萬以上 用電量蠻大的 那就不要用電池危險 一般因為使用電燒風時 唐人要開一爪 而且任務與電燒風的安全性 比較沒太大的關聯 主要是空氣流通 可以保持頭比較清晰 提高更加性 電動使用電燒風時 可以在裡面放一杯水 增加濕度 比較不會說皮膚太乾的錢 記者中學報道